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 4.7新武器分析 克洛林德不刚需射罪 赛索斯更适合三星弹弓圆神 4.8新角色机制曝光 蓝龙负C太离谱 长女力会终于来了 第二期混词出人意表 此次4.7上半场新增2把限定武器 射罪、单手剑、助援、弓 这期就来聊聊他们的强度与犯用性 看看你是否有必要抽取或培养 新武器射罪的素质非常慷慨 经验情况下 674基础攻击力 64.1%暴击伤害 生命之气每次增加获得16%增伤 至多48%增伤 五星武器 波乱月白晶晶608基础攻击力 33.1%暴击率12%全增伤 加40%普攻击伤 或切之回光674基础攻击力 44.1%暴击伤害40%全增伤 彩业催光52基础攻击力 88.2%暴击伤害 4%暴击率 普攻伤害提升120%精通 12秒28次 有了预连切542基础攻击力 88.2%暴击伤害 32%普攻增伤 需带中离 克洛林德天赋使其战斗 基本常出20%暴击率 攀岩截率 那44.1%暴击率 太容易面板溢出 除非有精准的纯暴击伤害剩有物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四星或三星武器 黑岩长剑565基础攻击力 36.8%暴击伤害 击败敌人30秒内 攻击力提升24%至多 叠加72% 黑剑510基础攻击力 27.6%暴击率 40%普攻增伤 5秒一次攻击力100%治疗 可用于调整克洛林德输出轴 明明神剑401基础攻击力 46.9%暴击伤害 28%暴击率需搭配 护盾角色确保生命时钟高于90% 结论 射座音需要生命之气增加才能叠成 克洛林德之外角色基本纯白板 且提升量超出同型武器有限 建议只有培养的上述体级武器 都可以先过度观望再做考虑 原生的活动武器一直是轻松满金 因此默认按满金数值来聊 新武器注于510基础攻击力 165精通常驻加160精通消耗能量 获得80精通持续18秒可叠二成 想要满而触发此武器效果 除了赛索斯以外 其余角色只能通过调整输出轴 依靠两次短冷却元素爆发或追一套来实现 考虑到武器数值一般 基本不推荐 结论一 赛索斯之外角色忽略此武器 以赛索斯作为参考 它的主要输出皆来自于重击伤害 包括元素爆发后获得的普攻明显石 也是试做重击 此时你就会发现 数值策划最悍的三星武器之一弹弓强势登场 弹弓354基础攻击力 31.2%爆几率 60%重击增伤 这基础攻击力差了那么多 真的没关系吗 没事的 毕竟赛索斯冠影界二选蓄力攻与明显石大招七间普攻都拥有元素精通倍率加成 外加计划玩法 最终培养将会组队精通 受攻击影响较小 结论二 若搭配纳希达 赛索斯精通已经非常高 也可忽略此武器用弹弓 众所周知 元神封担4.7的前瞻值不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克洛林德 希格文 水神弗尼奈也即将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的原石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的安排 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 一起来看看吧 4.8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吊香斯艾梅利埃 消息汇总也来了 目前来看 吊香斯艾梅利埃是攻击力母版草质商负C 对于攻击燃烧的怪有伤害加成 这个特性有可能是脱手给当前台或全队的 艾梅利埃也并不是靠燃烧打伤害 而吊香斯的配队大致上有三种 1.莱奥托马的燃龙负C 2.前台战火C 3.自己战前台带火后台命座限定 简单来说就是个职商炒C 燃烧只是个加自己职商 害于化体系切割的借口 说是以燃烧为主 其实可信度相对而言不高 有关于4.8新角色的立会 也会在6.3日公布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见到 这位新角色的形象了 至于4.8卡池复刻的三位角色 目前说法最多的依旧是莱欧斯利 妮露 申赫 三位女角色的几爆卡池还是挺香的 那维亚 钟尼据说会在5.0复刻 而第二期混池的开放 目前看来4.8版本大概率是5了 应该也会在后续的那塔和大家见面 不过版本跨度大 随时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